国会里面 接下来这个韩国瑜可能会扮演一个 就是调和鼎耐的一个角色 但是呢 国民党的这些战神恐怕也 在各委员会会好好的发挥 还有一个人 这个黄杰 这个黄杰也是莫名其妙就选上立委了 因为要不是有人爱情摩天灵 大概永远也轮不到他 那他就选上啦 选上之后之前他不是最喜欢 翻白眼然后修理韩国瑜吗 现在韩国瑜是这个立法院长 那黄杰只有坦然面对他太年轻了 过去的事情就放下吧 我觉得好好笑哦 黄杰怎么突然变了呢 之前不是好凶好凶吗 姚明 其实他对陈吉麦就很温柔啦 对不对 所以就是重点在于说 你要记得 就是他在高雄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是在野党的议员 结果呢当陈吉麦选让他变执政党的议员 所以呢就是你现在他是做什么 执政党的立委 你说他要对陈建仁翻白眼吗 对不对 所以我之前过年前我也在这边讲过 他即便要去质询官员 第一件事情要跟立法院长举个功 对 请 没错 请官员上台 对 所以我必须讲了未来这个新国会 这个从2月20号算是开议 对 但是有三个月的那个你知道叫什么 你知道新生训练 对 而且因为这个这一次有所谓的看守内阁 对 所以520之后还会有另外一批新的官员上来 那这三个月你要记得新的官员上来 这个会期会再一次总咨询 就这个会期这个立法院的会期会有两次总咨询 所以他不会到5月底准时这个会期结束 他会延会会延到总咨询结束 所以这个代表了什么代表这一群 不管他是新的战神还是旧的战神 还是还没被发掘的战神 就要在这三个月 先我们第一个礼拜 像这个下个礼拜 礼拜二 大家一定开始陆续聚焦在 哪些还没有见过市面的立委的质询 或者是比如说重返国会的啦 或者说这个像徐挑戏啦 或者说像傅昆吉 就是说聚焦在一些这个比较大咖的 但是因为委员还没开始 委员会要三月才开始 所以呢 你当你这个陆续看看他们的质询的这个动态 会变成一个新闻的焦点之外呢 你要看他们比如说有没有立委开工之后 就开始开记者会 揭发一些弊端啊或什么样的 好这一些表现给你三个月的时间 如果你这三个月 比如说在野党的这些立委 有几个突然变成一个明星 本来没有本来他预期是什么 徐挑戏啊王红薇啊这些的 就突然冒出一个新明星也有可能 我觉得那个 我举个例子 罗廷卫有可能 来我举个例子 以前你要知道 罗淑雷是怎么当上立委的 我忘记那时候是我跑的 但是我忘记 他是不分区地补的 而且他地补的时候是 他原本那时候在清明党 而且呢他地补的时候 任期只剩几十天 不到几个月 他是任期最后才地补上去 然后呢当然 后来他还转成不分区 可是你看他后来 在国民党的时候 风风火火 他一开始在清明党当立委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可是后来到了国民党 变爆料天后 所以我说像这种 你说他是什么新科立委 也不是新科 可是呢突然就变成一个大明星 所以我必须讲 这个有很多 关键在于说你有什么料 你能够打出什么样的成绩 所以立法院里面 可能还会有一些惊奇 有一些表现已经 老实说那个叫很成熟的政治人物 比如说王鸿威 前年那时候他选上议员 他在挑战立委 然后呢去年补选一上 进到立法院 每个礼拜开记者会 每个礼拜接闭 就你可以预期他是战神型的 这个立委 可是会不会有那种 我们大家都没有预期到 比如说刚刚凡哥 讲说这个罗廷伟 就台中F4 会不会变成一个新 突然变成一个新一代男团 新男团 对 就是说他们只剩三个 复仇者连线 他们三个就叫三剑客好了 三剑客 刚好一个黄剑好有剑 那把他们三个放在 这个国会里面 也许他们搭一个南投的油耗 中部四剑客 对不对也有可能 也是另类F4 只是油耗比较大只而已 不过他们都很年轻 油耗他们全部都40岁以下 所以F4也可以变成40岁以下 这样的概念 那所以我说这整个来看呢 像黄杰你就可以预期到 他就是一个 那个叫做行李如頤 为什么 因为请问他要怎么咨询陈建仁 除非今天你要 我讲只有选举期间 比较容易有那种 所谓的政治工坊 现在没有选举了 没有选举的时候 执政党要做的就是让民生安定 好比如说接下来四月份 马上面临的电力 电价对不对 是四月开始涨 是三月就要省了 所以一开议 大家就要准备 面临这个电费的问题 还有很多这个能源 要不要研溢的问题 这些问题 请问你要怎么政治工坊 执政党只能面对问题 所以这就是在野党的舞台 那在野党的舞台 如果表现的好 这三个月 就是三月四月五月五月二十号之前 把几个 如果你大家就发现 有几个明星 那乃至于说 你说像民众党 会不会有一些那个 你本来你没有预期到的 比如说什么麦玉珍 突然变成用越南话来质询什么的 突然也算是这样 那天那个什么越南旅行社事情 麦珍就立刻出来处理了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以前你要知道像那个 国民党以前有一个 这个柬埔寨的立法委员 第一位柬埔寨基叫林立才 那第八届的时候 我知道我知道 那时候他进去的时候 没有 第九届 他进去的时候 没有人觉得他会是一个 什么很亮眼的立委 结果他执行下去 他发现 他台语讲的比很多人还六 所以 有很多时候就是 你要上了执行台 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是一个 好的立委 我想这个都要后续再来看 只是相对来讲 民进党比如说像什么 沈柏阳 什么黄杰 这些他相对来讲 意识形态比较浓厚的 到时候进了 尤其像沈柏阳 他看样子是要进 国防外交委员会 对 薛小新说我就是 他就是要 专门去订他的 订国家就对了 对 但是到了国防外交委员会 如果你没有一点真材资料 不要忘记我们的国防部的降临 每个都是几十年经验 所以过去有很多想要作秀的 都被国防部长一个一个打趴 不管是冯四宽部长不管是邱国阵部长 打趴好几个 没错 所以这个国防外交委员会 不是你这个想作秀就可以轻易过关的 所以我是要提醒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在国会里面有好的表现 就基本上除了你的本职 本职学能之外 你可能还得要加一点点运气 什么运气呢 这个凡哥很清楚了 比方说过去 这个也有人是靠努力 获得媒体的这个宠爱 对 因为他每天媒体在哪里 他就跑到哪里去 然后你想要问问题 突然他就会出现 他就会出现 他会在走廊晃来晃去 他说今天要问什么 今天要问什么 都会有啦 所以我说立委会有形形色色 会不会有这个好的表现 我们就拭目以待 而且你刚提到国防外交委员会 这个目前因为江启臣去当副院长了 所以他也不能再留在这个 外交国防委员会了 那我看起来 目前看起来留下来 上一次的委员是有王定宇 江启臣 马文君 何志伟 蔡世映 罗志正 赵天霖 刘世芳 林静怡 林长佐 廖宛汝 陈以信 吴思怀 邱承远 这次全部 几乎都换光了 都没了 所以这个国防外交委员会 可能会进来一批新的人 看起来这个民进党 王定宇还是会死守在这个地方 还有就是马文君院 他要盯那个浅舰嘛 一定会在 然后接下来就是 可能是像陈永康啊 然后许巧新啊等等的 对所以国防外交委员会 真的可能会大换血 那还有呢 再来我们要来看的是 对你刚讲到这个 可能会有一些让人 出乎意料的委员 很期待耶 真的很期待耶 毕竟自从三保之后 没有太多这种 哈哈哈哈 这种对不对 好来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 韩国瑜的 这个所谓国会议事协调力 520后见真章 这个始终评设的说法啦 说这次选举最后呈现出的蓝绿 各自都没有跑票 票票入轨 党义执行的成果 未来四年立法院可能就会呈现 这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那这一局呢 政府院长的选举之后 更有利于国民党拉拢民众党 在议题上分进合集 等到赖清德上任之后 很多政策 都可能在立法院激烈攻防 那很可能最后会被蓝绿联手封杀 所以赖清德未来的执政会难上加难 那现在其实有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蓝牌阵营都已经说了 赖清德请你上任之后 要到立法院来做国情报告 而且我们希望能够急问急答 王帝允赶快跳出来啊 就库主啊 说民进党态度是保持开放 乐见总统国情报告 有一个折衷的方法是李登辉模式 让立委全部提问完之后 由总统做综合性的回答 避免混乱了行政院长 跟总统之间的奋计 那这个吴思尧是他们的干 这个干事长吧 书记在干事长 他说国民党委员 你们好好把条文读一读哦 这个总统到立法院报告 不是寻答哦 希望你们能够自重 你看王定宇讲的 跟吴思尧讲的就不一样 谁把吴思尧选上的 要不是因为那一局分裂 吴思尧就没有机会讲这些话 你又要错误和提供 哈哈哈哈 这个你看 不要过度膨胀自身的权利啊 不要让立法院成为宪政怪兽啊 这不是社会期待或乐见的 可是 这件事情其实是在 我查了喔 2023年的10月30号 当时是赖清德的竞选总干事潘孟安有说 赖清德是不排除做国情报告 而且一对一的寻答 一切都尊重国会的决定 那当时这个潘孟安的这个新闻 你现在上网去查 就在2023年10月30号 你都查得到 那现在不管是王定宇 这个提出来的李登辉模式 还有吴思尧就说 你们国民党不要这个自我膨胀 那这样不是又是一个怎么样 选前一套选后一套马兵格 这很正常啊 因为选上罗 当时是为了要骗票啊 所以就讲的一副很开放的样子啊 什么你高兴怎么问 让你问到宝啊 讲的好像跟真的一样 但大家都知道 赖清德哪有什么好讲话 你要知道赖清德是会当场翻脸的人 对对对对 你看他在南铁拆的时候 哇那个样子真恐怖 所以这一次因为 老实讲有很多新克立委 他们一定也想在赖清德寻答的时候 求一个好表现 所以一定会问一些很尖锐的问题 而且不会让他很快的闪躲 所以王定宇为什么要用李登辉模式 就是希望能够把一些尖锐的东西避开 就是反正让你们全部问 问了之后他就自己可以选择要打哪些 不打哪些嘛 对还可以先去后面跟这个幕僚商量一下 对啊他要的目的是这样嘛 那我认为在野党不会轻易让 那个赖清德这么好过 那吴思耀也是怕赖清德到直接在 立法院翻脸嘛 所以 所以就是他们现在就是要避开一对一寻答这个东西嘛 要告诉你总统没有寻答的义务 可是问题是对根据我们的宪政规定 总统确实没有寻答的义务 可是他答应过我们啊 答应过的事情可以不算啊 这也没什么 那我是觉得啦到最后 在国会的压力之下赖清德应该还是会去 还是会去 对我觉得还是会去了 但是是不是会一对一寻答 恐怕就没有没有这么简单了 到时候大家要彼此抗争了 因为我觉得赖清德一定会想闪过这一关 因为以他的个性 我觉得被巧星啊被王宏威啊 被他们几个叮几句之后 我看他会受不了会当场翻脸 我是蛮期待看到他 我也蛮期待的 直接在行政院翻脸的样子 而且重点是你们民党不能这样子啊 当时他们一直叫马英九去国会嘛 然后也是说我们要急问急答 他们当时对马英九是这样子 民进党一直都是这样 现在立刻就说保护赖清德这样子 他们自己选的时候是一套标准 选完之后当然又是另外一副嘴脸 这个是大家都可以预料得到 只是因为就像中平社所讲的 因为未来民众党跟国民党合作空间是比较大 如果说民众党在这件事情上 比如说要赖清德来寻达这件事情上 民众党如果放水 那你觉得一般民众会对民众党有什么感想 因为民众党就马上被人家定义为小绿 你在护航啊 那民众党自己也要要求表现啊 像洪国昌洪三三他们也都希望有所表现啊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他们很难 去跟民进党合作 那当然民进党一定会想尽办法 可能用入阁啊 或是其他的方式去诱惑他们啊 那就要看民众党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住这个诱惑 如果民众党能够承受得住的话 未来这八个立委是有可能 让民众党生于雀奇 因为只要他们好好表现的话 那真的能够发挥关键力量那是OK 但如果他一开始就被收编了 就变成小绿 那民众党未来大概就不会有什么发展 没错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原来搞了个半天 你也就只是去误航而已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对民众党来讲 他们这个选择的份级 他们自己应该很清楚 大概不太可能会去站在民进党那一边 那只是是不是到最后会协调出一个 相对让赖兴德能够轻松过关的 这也不无可能啊 所以我觉得这要看协调的功力 所以小富要加油了 你讲小富喔 他年纪不大 富总 是不是富总 富总招啦对啊 那这个时候就看一看 你是不是能够压得过柯建民 我觉得你现在是很难得 国民党在国会又有多数优势的时候 对 那富昆琪就要好好努力 那我希望这一次有一些好表现出来 因为不然的话就让民众太过失望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AB 克菲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尧 Presidential 金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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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